歡迎大家收看《查博士乖論》第68集 我們時間有少許改了 下星期應該呼籲復復正常 所以大家就準時收看 今天是星期六 不斷叫收睇甚麼 經常追問我 怎樣的節目還未有 你等下吧 博士是很勤勵的 不是勤勵 我是當工作 現在社會是在沉默 每個人都說話、看話 聽別人說話 聽粗口 精進的東西不懂得聽 我才吵架那些人 我聽到粗口 就是你這個人心污染了 你才聽到他會說粗口 難道有時已經會聽到我會說粗口嗎 他也不知甚麼叫粗口 即是心清靜 你不要教人家的樣子 那些人找兩三飯吃的人 你叫粗口 因為我們沒得拼 如果個個個那麼聰明 你不要這樣吃甚麼 是吧 有時我世界只有很少聰明 找到那些人笨蛋 設計遊戲多厲害 中東人、歐美那班 架著家族到現在 你壓立不倒 所有人的錢都在手上 我做專業人士打份工放工 你不要做律師 即是做雞一樣 斷中計、斷下計、斷鋪計 很厲害嗎 做律師 有錢就聘得你 禮環節曲戀七五港就可以 放水就可以了 一個沒讀過大學的人 請一個博士做打工 你不要在洗腦 我幾個多博士是我的學生 小個畢業就你催人 還要收水,幾皮東西來讀我的課程 你真是說笑 難道如果諸葛亮出來 現在也不能做教書 孔子翻身還不能做教授 社會 你不要說話 整個世界都斷了 斷了股 有一個世界很簡單 一定要夠膽 夠膽行第一 夠膽 一定講忠誠 你一旦沒有忠誠 你沒有膽就輸了 你不要計算我的好處 能夠到你買 你都浪費氣 你不要 不是開玩笑 你有沒有就是你有錢 入市場 夠膽贏一半 現在中國福建人是厲害的 不是開玩笑的 他是沒有一千元 我夠膽做你 就沒有一千萬生意 上海人有十萬元可以做一百萬生意 但福建人是厲害的 所以以前那些大佬錢全部是福建幫 這個博士要講講 這張相片我們遲些會講 但博士就給大家一個問題 這張相片有玄機 大家 你看到甚麼 現在當然不說了 給觀眾小時間 慢慢想 第二節我們就會講講 如果你是沒有留言 否則會講到有獎 是呀 講到有獎 博士在第一節我們有講 英靈蝶影 不是 先講講這個相集 因為裡面有講甚麼 你講甚麼師父和徒弟話 我忘記記錯甚麼 甚麼話 你講這件事是一個師… 師父如教頭 師父如教頭 我簡單交代一下 老那個就是師父 年輕就是教頭 在老千行上有信義 偷偷擺騙者 奸民情報射那類 不知道 每個人都看不到 事緣有一位很資深的攝影記者 是陳喬先生 資深又用甚麼 你會陳皮嗎 浪費氣 你不收錢幫人做事 你是賺錢 賺了那麼多年 在那行業的經驗 沒有那麼賺錢 賺錢 那些人 你一定會資深 不死就 剛剛說不死一百歲 浪費氣 現在為了版權的問題 或者收益問題 罵到所謂網台界的KOL 現在是為了收視 他們沒有想到的 那些人 我們知道香港為何會死 以前這群人是民主政棍的主力 原來看世界水平那麼低 連判一宗案都未認識 你說是否混賤 只要這群人搞民主幫香港人 現在罵得好就是這群人 穿了草 如果被搞得到政權 去拿磋 說你含糊 做壞的共產黨拿磋 我們知道那些人沒有資料 不知道沒有資料到這樣 你知不知道我送了麥克風給他們 來搞民主 我就拿一把秤出來秤這群人 一秤就上不了秤 那群人都是得個字錢 現在這群人吵也是錢 接著說回舊事 他又騙我版權費 他就說你裝個彈弓 做租約屌 說來討論 你輸了就輸了 是不是 輸了就不說了 你情我願 願不得到復甦 你不怪人高爬 說來討論 他自己也這樣說 你出來逛 你第一天出來逛 他不能說這些說話 OK 說這些說話是早已被人打死的 你找人笨拆 你又說這些 你明白嗎 旁觀就是我們說的 人家當事人不會生氣 你吃人家夾棍 即是西班牙佬 找人家笨拆 他不要說西班牙話 你別找人家笨拆 廣東話 什麼都懂得說的 韓國佬也一樣 台灣也一樣 整班都一樣 不是碰你 我們碰過很多人 是吧 你讓我找人笨拆 你回中國投資也是 你還未落搭的時候 有多多人招呼你 又大紅地毯 長得招普京那張 你簽完之後 你沒落到一搭 人家全部消失了 很古怪的 現在第二陣人出場 有很多人的 又是水電部門 又是甚麼部門 又是甚麼部門 又是在網上 又要你不要吸幾百個樁 吸完樁 最後還逼你 不要創死人 你看那個馬車 那個Texy老闆 害怕慘了 是嗎 欲罷不能的 這又可以在第二節馬上說說 但是你… 你是南非仔 四兩當作一斤 吃屎吃著斗 南非佬 你別當作美國佬 他是南非人 他原則南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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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如果看過死人是相核之 那位博士 你提到教頭與… 師傅與教頭 是甚麼來的 遷門有師伯 收了生的 出來坐桌的 叫教頭 你不要千上千 騙頭騙 你鬥鬆縮鋼 一個裝彈弓 不能跟你說多少錢 行了 拿去用 到時你不要計數 就整你了 沒有十萬價值 應該說100萬 哪說不少 你是無良仔 說不 我自己製作費 給你一百五萬價值 就給你一萬五十 開闊打誠公司 你們不用那麼複雜 全部都是為那群土匪服務的人 說那麼多 星都日報是土匪報 黨媒 你不要說那麼多 你一幫黨媒拿人的東西來搞 你不要出事就正常 是吧 很英文搞笑的 華人社會最特別是南方人 逢是南方人都用麻煩飯 中國 宿嶺骨 弄貓田 山嶺埋門 自己做大肝 辦大肝 有些人還在那裡拿你的名字 但問題就是 這個一隻雞雞千蟲狼 哪個普通的 哪個狼狼 你塗一杯風波 因為有個朋友問我怎樣看 我當作是一個判案的 我沒有狼狼 沒有合同的 華人社會怎會沒有合同 你自己大家做行家 那些版權大家都知道 是吧 我一個裝人彈弓 打死狗港價賞 是吧 一個想搏網 是吧 你了你了 那就出事了 真的不是說 他們不明白在香港人的世界 他們不知道在合同上 你是用普通法還是用大陸法 有甚麼分別 不知道 譬如我是用普通法精神做合同 而是用大陸法的精神做合同是不同的 你不知道是怎樣分 不知道 你以為是一樣嗎 不是的 我知道不是一樣 但怎樣不同一樣法 我又不知道 劉領簡單 如果劉勢無良仔 當日用大陸法的精神 喂 前輩 老實實 你寫幾個字給我 是你提出 要求我和你出版 將你的照片 去出版一部結集的書 那就沒事 甚麼都要你提出 知道嗎 但是普通法的合同是說雙方定名的 大陸法沒有的 一定不要你不要提出 有權力的問題 有錯就是你錯 你把合同做錯 你把合同做錯 你這個混蛋搞錯 知道嗎 知道嗎 做得完它看得對 就是你打 你把合同做錯 當你提出的 那些公司 特別是政府 很多人不明白 大陸法和普通法的組合 為何他在共產黨 為何現在那麼厲害呢 你想唱哭哭哭哭哭哭哭了你 知道嗎 是嗎 他不僅是否認 是你做的 我沒有吵 錯一定是你錯 他沒有說你錯 是你做的 他不用說是他錯 是你錯而已 搞甚麼 是吧 自古以來的 南海是我們固有領土 先說好了 是嗎 這就是大陸法 他沒有公平兩個字 所以你面對現在要槍的煤揮 你怎麼搞不成 那阿博士的意思就是 連普通法的合同雙方的利益都要保障 沒錯 但大陸法是先保障那個有權力的守衛 他有權 所以他就要你不要證明自己沒有罪 怎樣證明 對不對 是很嚴重的 他方便他殺人 他用法律來做權力的機器 他的法律就是供他 一句說 普通法後期都是經過英國很多修改的 才完善了今日 因為英國老後期 他自己由海道變了生死 發財辣品 這叫發財辣品 你要說清楚 他一早是好人 他慢慢慢慢自己生受其害 說我屌你 我不改下一代 混蛋 你明不明白 因為這些貴族已經有很多產業 你再不改下一代 怎麼一輪到政權一變當 我就混蛋 所以他們不是真的那麼偉大的英國人 他機器的形勢都逼迫到他要改 他保押自己的後一代 但是這個普通法是否對於做生意有利一點 大家的商業運作 在國際上一直跟改到現在比較完善一點 比較完善一點 以及公道一點 因為有個說法是為何在金融方面 這班英國人 全世界都要用他這個普通法 你遞過他們不用 因為他們的判例多 經過這麼多年的判例 你容易判案 有例可緩 所以不同 而且他們要寫評判 沒錯 他要解釋為何要判案 為何要這樣判案 還讓你有關再打 有項目給他押票 因為他們的設計 由英國人的設計精神很厲害 第一 經過Council 告不告得 那裡已經是保護你個人的人權 你亂判那麼拉人上法庭 就像我們清朝時的現官大老爺 一個人包含濫薩 怎樣拉人又拒絲 陳正司法 不是 集於一身 即是共產黨一樣 有共產黨就是清朝一樣的 政法檢 不是公檢法 你不要做得好 你怎樣做 拉又他 審又他 通往那時 你躲在這兒 晚上 你不要在三盆中心 突然吐骨 你都在叫雞 明天我待會要怎麼判 好像跟黨的路線不是多好 我書記說 不屌 這樣就死了 大哥 你站得欺負 到今時今日 我們國家都是這樣 我去到哪裏 不是大口氣 中國後期試驗了那些由拉人到拿口供 全部有陸像照著的 是我搞出來的 那時我蒙古自治區 我有個學生做常務庫山長 亦得到中央圖 那時他經常說是依法治國 那你依法治國 你不肯把嘴 大佬 還有我後期 我去不到大陪審團 其實中國 你真的可以行陪審團制 會公道些 你收買了那麼多個 你會聰明 是啊 所以美國佬 現在有那些大陪審團 是 博士 我亦都想問你 對於劉細良這個人 你怎看法 聰明 不是開玩笑 這些是正式的 由低層出身 又可以讀中文大學 又站在那裡 民主黨 跟著你又可以撈倒 穿了草也撿回幾千萬 他之前在政府部門 曾蔭權那時 謝那個時候認識很多人 鄭經岸引戰他進去 鄭經岸那些是乞丐 一句批了給你聽 不是點 我現在說他乞丐 不是今天說的 是七八年前已經批了 說是乞丐 但我暫時要和我下面的學生是同學 我放在那裡 去動漆 不要醜 是呀 這是一個漆頭 你們不知道 不要在你埋真养权负, 搞几本星人杂志, 抹够人要登广告, 你这个狠样是否乞丐, 你不跟他那些杂志登广告, 不要唱够你在电台, 你这些狠样是否乞丐, 你知道他给他人乞丐吗? 不知道 你们现在不认知, 没有我们那么多情报, 所以我告诉你, 郑敬岸在我们心目中是乞丐, 你不用不认, 郑敬岸, 你来香港找我兜心打你, 不要臭气, 就碰你, 因为我们有人碰他的头, 站住他, 还有些东西在手上, 弟弟, 一拿出来就跪下了, 凡是被人打, 一定有很多东西, 他会被人砍的, 你不记得吗? 记得, 这个轰动当年, 我整个心目中, 为何这么多人不砍, 砍他的狠样? 因为他留了手, 还埋咎他的口, 没有黑狠衣, 你们不知道, 李鹏飞被人打,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他好像是认错, 凡是这些狠样, 你没有找过好人, 我便会碰你, 你不要沾多, 我们也在乎时说, 现在市场上, 每个人都几十岁了, 你说出来送他去监黄托领, 是吗? 都是这些, 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也在收到一音乐, 很多东西都不说, 一说出来, 每个牌子都要走进去, 你救你, 你救你, 你救你首富二富三富, 你救我, 你过来做糟了, 香港有钱的人, 没有做糟了, 是战前, 那帮世家, 知道吗? 其他战后的七十年代起家, 谁不做过那些糟了, 他会浪费, 他几十年, 他会问我, 拿料, 我们早前, 六十年代, 在社会上, 怎样搞这些独背脊文化, 我怎会不知道呢? 江博士, 你说这位刘正良, 他真是聰明, 就是由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接着回遥直上, 他有没有直上, 找人都吃, 找人都两餐饭吃, 上什么东西, 如果上的, 他会适合一些, 不用现在, 如果他适合大陆法, 叫师傅, 没有一张纸, 不用被人吵,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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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人缘是否比较差, 导致到现在? 有人妒忌, 那些人都够了, 你不要着草, 你个人都不会够了, 买一层楼, 就赚了钱, 是吧? 中国人的社会, 是很多人妒忌的, 不是说笑, 很多人以前够妒忌, 我怎会有钱? 你不要有钱, 是吧? 以前认识, 但我们比很多人厉害, 我们会化解, 我头一千万就借贵你, 所以要厉害你, 我找第一个一千万, 我只借十万元贵你, 脆计, 然后不能够钱, 不见几万元利息, 给老板头佬, 这是很厉害的学问, 很多人不舍得做, 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开玩笑的, 如果大佬听我说, 和饮了收回本, 他没事的, 就是吃不到法谭丸, 即是你说澳门那件事? 是的, 是的, 我真的有提醒他亲弟弟, 我说, 你不要收回钱, 算了, 你不要吃人, 他忘记了, 澳门的文化很深, 他没有看历史, 澳门那时候掌地盘, 记不记得, 在德国霍智亭的后人站住, 那间国际大厦, 你要想一下, 李嘉昕的手过去搞, 你不要打我, 你不要杀了你, 那时是罗宝做财领厅长, 我师傅说, 罗宝是买金的家族, 这些事情现在引起其他, 所有现在的网台界, 没有的, 现在过来很多怨气, 无论是着草, 是你脚在这又能拌, 又拌得比他好, 台的收视率又高, 你明白吗? 明白, 你世界中国人的心态很漂亮, 你一见那些人抄回旧事出来, 你已经知道属于哪个层次了, 是吗? 即是租你那里, 不准用厕所, 又过了大陆, 是你搞笑, 我告诉我版权给你听, 我只有一本书, 无端端台湾TVBS, 台湾的无线电视, 你找我, 他在台湾给我出过那本书, 不是我版权费, 我不收过, 因为那次我漏写了, 我说欢迎翻印, 都算钱了, 我说你书, 欢迎翻印, 我不收过, 他说不行, 我的机构你不收, 你只要写多少钱, 我签给你, 那你将那个版权费, 捐给台湾任何的慈善机构, 你自己捐得了, 我有一本书, 就是那本我师傅写的《释迦的启示》, 台湾有个老书流通, 这个世界计算是应该的, 因为他是做摄影记者的那一行, 他将相片值多少钱, 大家心中有数, 人家来拿你的东西, 你不讲价钱给人听, 你为何不讲价呢, 你要报价钱给人, 最简单的, 每张相片收多少钱, 是否最简单的程序, 怎会没有呢, 即是大家博梦, 那师傅要搞头, 大家斗庄, 那我明白了, 很简单, 我看这个故事, 你拿完我的电影, 怎会放六年后追数, 半年追到你脱费, 这些死老鬼, 现在装弹工, 装弹工厚大大, 收了十万版权权费, 那本书印了一千本, 出版三百, 出版社交给人家, 在书店卖最多收六折, 对吗? 是 十几万元, 一批费人家, 一身印刷, 怎会收十万元, 收十万元加价, 你怎么办权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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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话, 我制作费百五万, 都未计算下去, 带你转头, 是的, 没想到再打一把口说, 就看法官相信谁, 是的, 你快点开播打公司, 如果你们认为不相信, 那就加上钱, 帮师傅打官司, 那在哪里打, 在加拿大还是香港打? 你香港发生香港打, 打完再扔回加拿大执行, 他是英联邦法例, 民事诉讼, 对吗? 趁着暴良仔, 有一间房子在加拿大, 封了他, 没错, 对吗? 你说到一百万版权费都可以, 是的, 为什么说不少呢? 不是, 你身边那天, 你忘记了, 你那个中桥集团那么厉害, 你那个中桥互助社, 你说几个人听到, 你放蛇咬吗? 你别惯了, 你有赤人山豬肉, 别人的师傅都没出来收稿, 你别弄中桥互助社追债, 所以你叫个老虚家, 所以你就是鬼打鬼, 对吗? 你家拿大的中桥互助社是什么团体? 最简单, 你看这个世界很古怪, 所以你一句说的是鬼打鬼, 大鬼小鬼细小鬼, 游鬼, 他们不全合徒出来 只有我笑话 第二件事,这件事论棄的留 blink 英伦叠影三国,我也不能说是茂利 即是国产007或港产007 无猩中被英英捞 不是茂利,是三个精英,在香港我只说得更有 你沒派過香港交通警司,你沒受交通,你沒做007,你沒引人笑,香港沒有人,難怪香港沒有特工組織訓練 香港沒有訓練特工組織,訓練特工組織和你訓練那一集差是兩套東西,你們想不到,不是那個思維,真的不是那個思維 因為你那集差差人走出去,怕死沒有人知道你有權有勢,牙手牙腳,最成功的特工是你完全不起眼,他用最普通人的樣子,我們都不能做,微精硬企,你別做不到工作 即是我說正宗的特工,潛在那些巫薯,不是行動組那些,你知不知道要幫你行動組來的,不同的,這些最厲害是以色列那些, 牧薩德,最厲害的,他全世界都有的,他真是厲害的,他在亞洲聚集得多的集中在馬來西亞 哦,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那一堆,莫薩波薩那一堆人最多在馬來西亞 哦 因為馬來西亞那群回教徒是專門跟那些中東人很多來往的,很古怪的馬來西亞的基地,還有他在匈牙利又多,匈牙利在歐洲那邊,亞洲的馬來西亞最多 但現在就蹲在格洛吉亞,格洛吉亞很大的,地下生意做得很龐大的事件 我看得到是舊運,三個去到又做這些,跟蹤哪個,不用啊照計,不用找這三個去做 不找他做怎知錢呢? 哦 哈哈,搞笑啊,很便宜的,那個脾氣的東西而已 但他收的那個不是脾氣,他們錯了為何脾氣跟你做做呢,那些是針 嗯 他們沒有想到,知不知嗎? 嗯 所以他們那些人就要找到人笨實,除非是一支針來的 因為我夠膽這樣講 我在預告那裏,節目越高,一打電話,撩你,不要三分鐘警車到,撩你啦 撩你啦,撩你啦,沒有你真是有人報光 你呢,10次車何時到啊 坐底一個小時,坐底一個小時 坐底一個小時 哈哈 這個整個是笑話,我們看到香港政府呢,如果它真是經貿署,有人安排下來,你經貿署怎麼會把警司放進去做事呢?是不可能的,它懂得調整經貿嗎? 當然是這個一定是遇上圖謀的,它不是回歸前放的,是回歸前放,是你計算過時序的,對嗎?是嗎?是嗎?是嗎? 它最近辩了國安法的時間擺過去的,對嗎?以前沒有這個位置的,擺這個位置是做壞事 你如何呢? 特區政府都過濾 關人人士四個大事件 退休又要挨挨笨笨 要做個位置給你 反正英國就放進去 大家一宗很吊詭 他三個都是英籍人士 他應該告叛國國 不是應該告間諜叛國 叛國話 你計算那個 我覺得是不對 是不是? 他不是外國人 他是英國人 他現在用英國國安法 你明白嗎? 他三個都是英籍的 但是間諜又沒有涉及其他政治 他收爛數而已 他已經跟那些人 未是正式英籍人士 所以他英國人 他們強行來得很漂亮 不肯搭救他這件事 因為他們有所擺部署 整理你銀行戶口 實際他拖你香港下水 這個最重要 目的就是拖你香港政府下水 知道嗎? 但是你香港政府 為何會想不到這一步 又會這樣呢? 你還有一件事 如果想到香港 不用仆街了 一個清零屌 由林鄭月娥開始 梁振 他們想到如何害羞香港 那是混蛋 梁振英不肯招你 就不要拖你香港人 搞港獨 港獨 是不是? 那是混蛋 你還要其中一個 拍到和特首李家超 是同學 在澳洲讀過一齊讀的書 不代表他跟他熟 喂! 只是隔離而已 現在人家出來否認了 當然要跳船 如果他把他放進去 難道說是呀 我把他放進去 這樣 你想想 八個鍋就沒人認 老黑也不熟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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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華人社會 是嗎 現在你最好說這些 就是一個笑話 在我心目中有一個鬧劇 是被人裝了蛋糕 不知道 現在最重要是想哪裏呢 點完美 懂不懂得完美 第一件事我想現在都差不多公認了 這個經貿辦也要遲早封鋪 它不會封鋪的 肉嬌孫現在就會害到阿爺 我相信阿爺這次大發雷霆 你不要在那裡做事 不要那麼鬧勢 我印證了我在回歸前 我香港很激烈地提出要驚人治港 如果香港是北京驚人治港 沒有今天那麼可憐 你自己派一群驚公來 他相信自己過 他不用怕 是呀 香港搞得那麼混亂 共產黨的懷疑文化 累死了 左手不信右手 你看習仙人治港 你幫人家 不要走馬燈 換人 天夜都不信人 我覺得對不對 這是中國人最慘的文化 是懷疑很重的心 所以當時我說 他們問過我的回歸前 我們派警官來吧 又不用選又不用性 又不用頭痛又鎮到牆 你自己是放心 是不是 講到這裏 我不講什麽單位 是香港很高的份量 去北京開一個辦事處 由部級以上批准了 香港政府拍板支持的 都過不了 後來你這樣 某人走來找我 我可以了 我和你回北京 跟著我和北京一把手的親相 我說 年輕人你搞得完 你大老頭就會勝負 我說不是吧 阿sir 我說是 我們沒有這些例子 不能搞的 他們共產最怕沒有案例 以前沒有人搞過他的事 有權都不能這樣用 我們不用的 你和我兄弟 找寫字樓 找辦事處 請人做秘書 請人做秘書 請人聽電話 你甚麼都齊了 沒事了 他這樣就能考慮 他就是安心 他怕你進來開 你應該當作是國際組織 不知道你搞甚麼 將來出事 你不要丟官 我知道他們的想法 所以你和他們找地方 租地方 又有擁搜 請人有擁搜 你自己和他們聽電話 你明白嗎 我說他們進來 開一個國際辦事處 他和你辦一些培訓班 讓你的金融界 知道怎樣和國際那些接軌 那樣的當事 知道嗎 那就開了 開了後來他一開的時候 嘩 真是大樓大鼓 總理出來 那個人出來 那個人多開心 所以我叫他驚歡治港 就是這樣 他找個驚歡下來 當黨委書記 你派兩個香港人做副特首 這樣就無事香港 知道嗎 他一把手就是京官 他真是安心 他甚麼人都知道 黨又相信他 他派得一個親相來 現在他左手不信右手 你不要搞甚麼出事 可能他連李家超也不相信 沒有人不會相信你的 你是港英而業 每個都是 沒有人錯 你傻的一些 他自己黨內的人都不相信 如果相信他 他不會把人吵架了阿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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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珍 跟著德國又爆 是呀 法國也爆 是呀 樓樓印爆字 很多東西爆 你跟我定 奉有中資機構 古年精怪 陸續爆 加拿大又爆 加拿大又爆 你不知嗎 是呀 日本仔又爆 是呀 是呀 說回這壹事 應該是用到國安法 然後現在可以保釋 這個動作本身是… 這個人是這麼多精神 他幫你穿草 是呀 幫你穿草 即是六嵐十嵐十嵐 是嗎 你夠薑就穿草 你夠薑就走 很古怪 你不要以為是給你保釋 有時候你叫那些人保釋 是一千元的 是呀 誰不一扔你 就不要坐正 不是很純熟的 你玩一套遊戲 兩套東西來的 他們是祖師來的 英國佬搞這房 你記得眉洗 你看他那份壯子 是吧 他有扔出來的那份壯子 所以這些東西 你沒有鬼不捨得人的 那你特區政府那些 那些經貿板的油位來的 林鄭月娥去英國 臭兒子讀書 又派他做兩年 陪兒子 他說他最開心是英國的 是呀 你說香港人的錢幾乎冤枉呢 是吧 過蹲在外面 有時飲下午茶 到處逗逗逗逗逗 不要吹水 因為過日神 蹲到積蠅 三女人就臨 打飛機 你叫你老姆 是 整班家產六億元容忍了一年 你問他們是經貿板做甚麼生意回來 那麼多年成立 你將成立了資金的經費 透過他們引進了多少貿易回來香港 你叫你立法會員 你那幾十隻英武不能問嗎 你那幾十隻英武不能問嗎 現在怎問 你那些傳媒不能問 你那些傳媒不能問 你不問 國某人問 你叫他們拿一條書出來 你經貿板在海外成立之後 回歸之後 用了多少錢 一年六億 二十幾年 夠幾億 有嗎 有 有 有 你問他們有沒有引進過幾多貿易生意來香港 賺到十億 你那些全力 是 是 這類的旋轉門 政府是利益輸送來的 政府 那些是優差來的 等於現在香港 當警察最希望是守法庭 知不知 要炒位的 守法庭 當警察 假期多 是吧 還要不要貪污 最好找些優惠 不說不說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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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經貿板做甚麼 山大王 山高皇帝哪裏說他 現在他怎麽都搞這件事 被英國人裝救他 特區政府說 現在人來裝你 給我百分之一百 因為這樣警察沒有那麼快到的 在龍東報警 你說國務人不說 如果你跟我爭 你去龍東試試打電話報警 看他幾時到的警車 很慢啊 鬼佬 不是碰你的 現在你說阿博士 如果你說這件事是裝的話 即是說現在你這個國際 真的有事針對香港 針對你香港是正常的 因為他跟你清場 那個是國策 現在西方 還有啊 阿博士 最近駐港的美國領事 直接開門 是啊 直接開聲 人家已經定了 去到這條線 布林肯最後再訪問你中國 拿你最後的底線 接著一高級 那些東西推出街 那你習先生訪問完歐洲 一落機 一跟著就糟了你 沒有加價 是不是 幾元準的時間 對 幾元準的時間 100%以上 不是 是不是幾元準的時間 你一落機就糟了你 你跟著就先沒有加價 即是好像行program 那樣 很大的 它是大數據 以前的人經常不想送我們 為何那個總統 所有人都能做 整個大數據都齊了 幾多月 A班 B班 C班 你到時選一套就出街 這樣不用想的 因為它五眼聯盟都連著 那些東西 對不對 所以很準的時間 博士 如果你看這個 這樣的時候 鋪排你估計接下來會怎樣 接下來我們作為中國人 我當然是維護自己的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第一 你就是維護人 有兩頓飯吃 因為現在在國內 很多人沒有工作 有很多人又沒有糧出 有很多人又收不到樓 是吧 所以你習先生還走到周圍 百貓掛港人類命運動 找你做共同體 你什麼洞在叉叉 習先生你記不記得現在 我給個番名你們叫龍蝦茶茶 你什麼為你做命運共體 沒有糟糕 沒有糟糕 怎麼做阿光 你找你的幹部做 你不要是他們為人民服務 這個本來 為領導服務 是不是為領導服務 不是 領導千容 你改個名為領導服務 這就對了現在社會 為什麼習近平你記住 我給個番名你們叫龍蝦茶茶 走出去 黃毅點你出去 就是怎麼害狗你 人窮就枝短 狗都廢測你了 走出去歐洲 你什麼訪問 訪一條毛 你不要叫黃毅的黑衣出來 你這些數計不能夠 等於以前 我們地產市的商場 那麼簡單 你一被銀行禁 你不要叫龍蝦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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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神也不要痛 你不要叫龍蝦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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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個國家 走出去社會舞台 你不要讓人家給你面子 對 你就是蔡維白疆 蔡維亞 蔡維亞 蔡維亞那些地方 你不要叫龍蝦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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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那個龍蝦茶 很厲害 很厲害 一直走一直掉 大佬,冻了一个牌,习近平大哥, 不是说笑,很大一个牌,马路边冻起来叫习近平大哥, 他应该是大哥大大才对,写得漏了, 当他们两个博会中一头, 这样写法就多古怪, 不是点你,习近平先生, 你有个新名叫龙喜叉叉,在国际上, 即是狗流流食地球那只,神真鬼厌, 明难知你口响响大话说, 你都不要拿两双叉来访问, 法国仔挖刺你,你都不要结婚奴, 等你都不要坐在那里, 既然记者会坐在那里, 正能估计黄毅国家参谋和老闆八卦, 怎会认为外交部长, 你现在塞狠了自己, 坐在那里,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都没有请你, 没有叫见你,逢得来恩, 你叫老闆八卦出去替死, 你怎会分开他,王毅你那样, 你还和法国佬聊天, 你想说见得到第二部分, 你不要把老闆八卦放在那里, 等他在那里唱伤枉, 为什么我火都来, 一看大奶瓦又被人装弹工, 你怎会整个沈坐在那里, 你怎会吹她不吵, 不能吵她的女人来的, 又不能露气, 他一开声, 你怎会和乎问题, 要你这些惨能过程问题, 封了你们的八卦, 你发国人多聪明, 自己不能说, 那八卦在那里挡着你, 他是欧盟, 他是德国人, 我都觉得奇怪, 你访问法国, 怎会整个德国人, 没错, 你应该, 我们来发个访问, 你不要放第三者下来, 即是说, 你这个王毅, 你这个混蛋, 没有把关, 习先生在帮你吵你的小马仔, 他后来又走出来, 这次最能威衰, 我们第一夫人有量, 量你老母, 你自己保命, 你这个混蛋, 你动了第一夫人那只马, 秦光, 你这个王毅, 他说五家产, 那些人还问我, 我说, 为何他要曼赞, 我说习夫人, 我说, 他拿了保命, 只要烧到你, 你不见得他, 那次欧洲访问, 没有葡萄吗? 是呀, 镜头都没有拍过他, 知道吗? 镜头的,知道吗? 他开始保命, 我说, 知识镜镜镜镜, 知道吗? 因为他动了秦光, 秦光就是, 你想习夫人保他上去的, 因为他老婆, 秦光老婆, 不知道做什么东西, 水搞什么东西, 给他吃的嘛, 给习夫人保你了, 不要你真是, 王毅记得识, 收拢了风, 可能7月中, 说坐上政治局委员, 大哥, 给他做不好的命, 所以公开讲的, 说我们第一夫人, 最有亮点就是她, 亮点, 你想到迟下你就亮了, 很搞笑的, 你们看不到, 你那张照片不看出去, 但刚才那里, 你讲了中国, 香港接下来会怎样呢? 香港没有人值得要讲, 你香港有这么多英武神龙柴, 你过去穿桂桶, 然后你没有穿桂桶, 穿到英良版, 你没有过去分钱, 你怎样搞呢? 你看看其他金木板, 有没有分这些钱, 有没有知道这些钱, 现在就要找人执着他, 是否除了联冬有当什么, 其他有多少支什么钱, 你清楚吗? 还能当在美国? 是呀, 总之你香港人就没得说了, 你应该是陈谋波, 你没得你谋你波, 香港叫陈邓即省, 小时候, 你有没有记得到即省? 是呀, 然后我再次贴在楼梯底的广告, 陈邓即省, 很连名, 香港是在省了, 不然是怎样来的, 但你接下来, 会否有些新学家联手去? 现在联手了, 制裁香港? 百分之百, 但它不是公开讲制裁香港, 它阴闁刚, 你等自己死, 不是开玩笑, 这些货贵码头是空空如下, 空派现在是空洞派 现在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只剩7千多亿 由三万多亿的美债只剩7千多亿 国内外汇储备 美债香港有多少债 现在还要财政借责 是,你还要拿这些古革仔 养几百只英武天天在吃着你 一人知十万元出卖灵魂的那班人 某些立法会的陷架产 为何英国人真是叹的 你某些没粮粮是很高爬的 好的不学习,学习习习习习 现在你整个国安署出来 一连资你想了百多亿 又无人加劳数出来怎样使法 没有,这是邓局长讲的奥妙之处 邓局长讲的奥妙之处就是你不知怎样 没错,你好像是统计柱问过的 统计柱哪有敢问的 有,好像问过的 不断以问问 交流事 我们不是眼红你们用香港人钱 因为我有份,我有纳税 我现在这样的年纪都有税单 因为我交大个避税 你每年跟我砌些钱要纳税 因为你走出去国外职业有纳税 这个很重要,很多人不知 你有一张税单,即是说你有纳税 这是我们年轻学回来的 你真的要问,以纳税人身份 你怎样撕我们香港人的钱 只百多亿国安处 为人民服务,记忍住,你那些港部 你来香港,郑处长,不是郑雁红 不是他做处长 不是,他有份做顾问 是,他做过是介处长,所以他很搞笑 你想想想下郭东叔叔,你从去澳门托 又浪费钱,澳门有甚麽事出现呢 你想想他一日间在这装饭了 你不要重来重去,又浪费了又盛 奴民伤财,不是怎样的 台长,整班人家产过穿桂桶来的 你找得回是没问题的 他现在只欠着你找不到 找得回,你都要有个尊严 不是找清风到马拉乃的臉 还有你更醒目一点 就不要找到英联谣你,好吗 英联谣你,大佬 英联谣你,好像碟仙,你那个小孩玩碟仙 你便出神入花 最后我想问博士,做特务有什麽条件呢 特务容易做,有人请你做便可以 你断单计那些临记特工 正式特工是比较专业的 就是间谍要难做 间谍特工特务是三样不同组织的 这些不说了,这些招职人 究竟你遇到这个人是做特工 因为做特务 还是间谍是不同的人的个性 间谍是被人最深恶的 要很多学识的 要多阳守的 还有是世杂的 就是你要几代人蹲在那里 才能做到间谍 英国就是了 英国不是立场选 英国选择什么呢 就是你贵族 你的出生在当地出生 在那里受教育 在那里做得到高官 那些是正式间谍 你普通的特工是多 特和有的很多是临时工 即是断单计的 断单计也有 现在英国这些不是断单计 是断单计 这是弹省 但他在英国本身受什麽职呢 又另类了 他在香港请他断单计 你还领了招 知不知 他们的人愚蠢蠢 所以大咬 你资九十几万 你给人家庭庇嬌 你这都是不公道 为何会有庇嬌的事帮你做 他们又不警告 明白吗 即是现在拉了那件英国的家 其实都是断周来的那件 下集 下集大家分析 通过QR Code 或者我们的那条Hyper 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个课金系统 它是可以直接支持这个信用卡付款 去课金 支持我们的节目制作的 我们预设的金额是110元 大家可以透过增加或减少数量 去控制这个课金的金额的 设定完金额之后 只需要打入email 和信用卡资料 就可以直接课金 接下来我就演示一下 用手机 Scan QR Code 的做法 操作方法和使用方式 都是大同小异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的支持 大家可以感到 请不吝点赞 给大家看看 感谢观看